因为按照赛事 他们晚上还应该再打淘汰伞 就是进四强的淘汰伞 就是我们提到的是来面对周豆豆和凯特菲尔之间的胜者 小婷刚才那个四号 就是走三号的位置好像角度反了 所以说你看他要通过底库走 这个小婷的关键球 这个球真的是很关键 好了小婷只要打进拉杆 一库起来 好球没问题 这个球漂亮 抗压能力真强 对角度也留得不错 这个他可以通过高端反旋转一库上来 正好自然到六号位置 他还是走两库 地端 这样简单 没问题 没问题 如果没有这七号他可以走了离六号更近一点 现在有七号以后他的角度 要绕开七号 对绕开七号 角度有的不错 这方 地竿一拉往后 七号到我 环球 对 这咋角上完了 对 如果小婷能把这一杆收完 这是他这整个比赛当中最漂亮的一局 到现在无限为止 没问题 看他用什么干法 可以知道 好了 他可以走一库两库 再借过中带 回来 延时 这才是老运动员 按关键的时候 真的要仔细一点 好球 相当好 好球 好 这样的话 双方将会进行做后一盘 对 节圣局的比赛 而且小婷有先手啊 对 小婷这个开局真的先手 冲球 我们也不说了 柔杨的预感不错 我们也不说了 我们也不说最后一盘球能冲到什么程度 不看 这样 说太多了 对 至少从小婷的表情来看 对 读不出他心中 在想着什么 这是小婷 第八次的开球 这个 虽然说呢 这盘球呢 没有几个难点球 但是呢 我们如果要放在 这样大的压力之下 这些球的难度啊 就至少要翻一翻 对 我们如果简单的理解 因为毕竟这种 怎么说 这个场上的情况 对 不一样 不等同于开局的阶段 小婷一直被压抑着 对 他能这个四号球 这么这么敢打 对 还能到位 真的不容易 的确 好了 我们不说了 我们看他开球了 可惜 一号 就一号 稍微 稍微有点 对 其他球都很好的 就是这个一号 很别扭 看看林源君怎么处理 但是这个球的 切球角度是有的 对 运气真不错 但是没有挡到 对 这个对于小小丁来说 很简单 只要一号球打进 整盘球豁然开了 但是这个时候 要不要拼 因为这是 关键的 这是最后一盘啊 这个应该防守 这个 这个绝对防守 嗯 就看怎么防了 你看 他现在只是 专注于 运气不错啊 嗯 好球 有 一号 接三号 弄不好 有这个位置 嗯 就是穿过九号这边啊 对 插着九号边过来 这个球的 因为这个 一号和三号 贴近了以后 如果借进去以后 一号会不动 对 会停在带口 对吧 问题这三号会不会太靠近底边了 会不会 就是角度啊 好像 嗯 先看这个球吧 嗯 果然有的有的 有有有 哦 运运金这个 这个球好像借的 还是厚了一点 嗯 一号一号朝底 底裤走了 嗯 对 哎 有机会 撞一下 哦 还可以 真的运气啊 嗯 你看 刚才的局势都 都很好 现在你看 都完了 五号和七号 七号 对 四号和七号 嗯 一号和五号 对 一号和五号 一号五号 都混在一起 嗯 所以这盘球 还真的很难说 对 嗯 看谁能咬到最后吧 有时候我会默默地数一下 他们这盘球决胜局用了多少杆 嗯 就是 现在连运金的机会 我觉得应该大一点 因为他觉得 他没有什么包袱 嗯 因为他能打到这个程度 已经是 他觉得非常好的 嗯 出来了 漏了吧 出来了 嗯 大了我觉得 对 小天的 机会来了 对 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 呃 四分和七分 还是个难点球 对 但是四分如果位置走到以后 可以用四号戒八号 因为这个这个形式的话 可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 就是停留在现在的位置上 是最好的位置 嗯 小天有助场优势 但是也有助场压力 当然 这助场永远是一柄双人剑 对 好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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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两颗青 非常精确 你看他如果这个球 主球再往下一点点就可以要撞六好了 所以说四号的位置到不到 你看现在这个直线轻轻的推 也一定要推直 漂亮 好球 好了一下子霍栏开朗了 这个整个球是错穿的 这个四号走五号没问题 角度已经有了 六号到七号也没问题 只要好好地发挥 稳定一下就没问题了 小田真的是自己玩这个自己 打到这个阶段运动员会把百分之一百的精力全部拿出来对付每个球 当然 好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通过开局开球以后的失误 大家都在防守 四五干以后你看 整个球形一下出来 好球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终于我们可以尝出一口气 对 观众已经开始在拍手了 对 这个没问题了 哇 这场比赛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再恭喜潘小军同时 我们当然要把掌声送给台北的选手林元军 林元军 在几度落后几度一手情况之下 先压制住小婷 后来又被小婷反压制 对 真的是不容易 你看 你看我们的裁判长也跟潘小婷拍手 好 这样呢 我们的小婷将会成为第一个继续能够晋级的 现在小婷已经进行八强了 对 晚上的应该是和周多多和英国选手 Keylon Fisher胜者进行对决 嗯